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 母子姑娘 有一个妇人向上天祈求 她希望可以生一个小宝宝 有一天 在花袋里面真的出现了一个 好像手指公那么大的小女孩 大家都叫她做母子姑娘 有一天的夜晚 来了一只赖蛤马 她把母子姑娘偷偷地带走 想让自己的儿子和她结婚 但是母子姑娘不愿意嫁给赖蛤马 她很委屈 委屈得哭起上来 小宇听到母子姑娘的哭声 就把她放在荷叶上带走她 有一只甲虫把母子姑娘带到树上 但是甲虫的朋友就说 她只有两只脚 真是丑啊 于是他们就把母子姑娘丢在树林里面 母子姑娘很孤单地在树林里面走 肚饿的时候就吃果子 口渴就喝树上面的露水 冬天到了 树林里面到处都是積雪 母子姑娘觉得又冷又饿 老鼠太太就收留了母子姑娘 母子姑娘在雪地上面发现了一只受伤的小燕子 母子姑娘把她救醒 并且帮她疗伤 演鼠先生希望能够和母子姑娘结婚 虽然母子姑娘不愿意 但是老鼠太太就答应了演鼠先生的请求 演鼠先生决定春天一到就要举行婚礼 母子姑娘非常伤心 她不喜欢住在黑漆漆的地洞里面 一只燕子飞来安慰母子姑娘 原来她就是母子姑娘救回那只燕子 她载着母子姑娘飞向温暖的地方 母子姑娘来到一个漂亮的地方 到处都是鲜艳盛开的花朵 母子姑娘与八花角的王子结婚 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母子姑娘被拉哈玛带走 母子姑娘被拉哈玛带走 离开痛爱她的老婆婆 她不但遇到各种的危难 还被逼嫁给演鼠先生 最后她得到宴子的帮助 来到温暖的地方 和八花角的王子结婚 小朋友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是否能够勇于面对这些困难呢? 只要有坚强的意志 相信你一定可以克服难题的 母子姑娘 一位妇人向上天祈求 希望能有个孩子 有一天 从花朵里真的出现母子大的女孩 大家都叫她做母子姑娘 一天晚上 来了一只赖哈玛 她把母子姑娘偷偷带走 想让自己的儿子 与她结婚 母子姑娘不愿意嫁给赖哈玛 委屈得哭起来 小如听到了母子姑娘的哭声 便把她放在荷叶上带走 一只甲虫把母子姑娘带到树上 但是 甲虫的朋友却说 她只有两只脚 真是丑啊 于是她们就把母子姑娘 丢在树林里 母子姑娘孤单地在树林里走着 肚子饿了 就吃果子 口喝了 就喝叶子上的露水 冬天来临了 树林里 到处都是迹雪 母子姑娘觉得又懒 又饿 老鼠太太便收留了母子姑娘 母子姑娘在雪地上 发现一只受伤的燕子 母子姑娘将她救醒 并帮她疗伤 尹鼠先生希望能和母子姑娘结婚 虽然母子姑娘不愿意 但是老鼠太太却答应尹鼠先生的请求 尹鼠先生决定 春天一到 就要举行婚礼 母子姑娘非常伤心 她不喜欢在黑漆漆的地洞里 一只燕子 飞来安慰母子姑娘 原来她就是母子姑娘救活的那只燕子 她在着母子姑娘飞向温暖的地方 母子姑娘来到一个漂亮的地方 到处到时鲜艳盛开的花朵 母子姑娘与百花国的王子结婚 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母子姑娘被赖 母子姑娘被赖抗马带走 连开同爱她的老婆婆 她不但遭遇各种危难 遇遇避避避避疑 只要有堅強的意志,相信你一定可以克服難題